大家好 我們是公益體驗室 我們是叫Elly 這就是Kenny 那我們其實還有一個團員 今天因為我們不課前來 我們只好帶他的替身來 不過如果大家有興趣要找我們的話 可以就是找一下這隻海海的寶寶 那我首先想要問大家 請問在這場有捐過錢 捐過錢給公益團體 可以舉個手嗎 這麼多人 那有捐過物資 譬如說像舊衣服的 可以舉個手嗎 我還蠻驚訝說 G0V原來大家都這麼有愛心 但是我們 我們 螃蟹 沒有 那OK大家都有聽過詞記 應該對這個都非常熟悉 但是像這麼大的 宗教公益團體 他們在不管是募資 或者是要 木物資上一點都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發現有一個問題 說他們到底有沒有 善用我們的善款 或是我們的愛心 這個就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然後 好 那我們想說 那我們不要幫助這麼大的 公益團體好了 我們來幫助比較小的好了 但是我們會發現 這麼小的小規模的公益團體 可能會遇到一個什麼樣子的問題 就是說呢 因為他們常常又缺錢 又缺人手 那所以就是常常就是 他們想要做什麼事情 也沒有辦法做得起來 就做得起來 譬如說我舉例說 我們有時候可能會看到一個什麼 流浪狗之家 他的網站他搞不好還 還掛在品客方上 然後你要捐款 你還要跑什麼 遊局去匯款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呢 我們有看到第三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 如果說是有一個新的方式 可以集合我們大家的專長 而且更有效效率 然後更透明化的方式 來幫助他們的話 那這樣不是很好嗎 譬如說 如果說今天 我假設說 我說如果慈濟他們說 我們需要 我們想要建置一個資料庫 是要 是要妥善的利用我們在全 全球的物資的分配的話 那他今天可能說 那我需要三百萬 他可能非常快的就 募到三百萬 但是這三百萬 到底有沒有找到 對的人去駕這個網站 或者是說 這三百萬他有沒有被騙 我們完全不曉得 可是如果今天有另外一個方法 是說 我們提供他一個 我們提供他一個 team 說 你需要的人都都在這了 所以 我們幫你建 那這三百萬 是不是就可以被省下來了 那我們是覺得說 如果一間一間的做法 可能會太慢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 以一個平台的幫助方式 一次影響更多人 我是這個 team的前端工程師 那 我們現在呢 已經有初步的構想了 那簡單來講呢 我們的平台上面就是很多專案 那我們要做了什麼 那我們要把 我們的平台分成三大塊 第一大塊呢 就是找專案 就是一個project hub的概念 就是你在上面可以找到 就是 出一張對應的project 然後第二個section 就是做專案 做專案呢 你可能就需要有 issue的控管 或是管理員 或是成員之類的控管 那 最後一個就是平專案 就是為了要控管一個專案的品質 因為 有的時候是志願出來的 但是就是品質上面可能 會有一些缺陷 所以必須要用endorsement 有點像linking的概念 那我們是希望說可以做的有點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slack slack是一個通訊軟體 但是呢 它主要是一個teamwork的概念 謝謝 那希望呢 大家可以參加我們的這個坑 那 做一個可以改變這個生態體系的人 好 謝謝各位 謝謝